半手蛋切煎外蛋 刚烤好的吐司热腾腾 放上荷包蛋夹起来 另一边间抬忙着 把汉堡肉翻面 店员忙不停 整个早上手都没停过 外带电话响不停 早餐店门口座位全坐满 还有不少人排队等点餐 而另一头 另一间咖啡店 人潮同样满满满 早上九点多 店内已经一张空位都不上 跨年四天廉价刚开始 文化中心周围店家 就涌进满满人潮 一大早当然就要去了 好几没有看到 那么多的国旗在飘扬 原来那一天吧 因为这边早上有升旗 所以那边应该是一位 更好大概一两层 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 1月1号将到文化中心 参加升旗典礼 让当地民众好期待 每次寒流都带进大批人潮 从店家到摊商 也已经做好准备 这几百的 满水果的大哥 从宴朝带来韩市长 最爱吃的芭乐 上百斤在街口开卖 另外还有这摊饭团 廉价开始生意就好了三成 一天卖个一两百颗都没问题 大概有多准备了半桶 至一桶以上 韩市长上任后 第一个元旦升旗典礼 即将到来 周边店家把料备满满 不放过这发大财的好机会 记者陈谷民李维正 高雄报道